说到刘备 大多朋友们对他的印象 就是一个好人 仁义之君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仁义之君 却赚取了他的同宗刘章的一周 而且还是假借据敌之名 暗中来图取刘章的一周 其实早在刘备踏入一周地界之时 他就在想这块土地什么时候可以收入他的囊中 在军师旁统的三条妙计之下 刘备选择了第二条 斩杀刘章大将 杨怀、高佩 而后将二人的兵马以收编到其帐下 并且后来还让杨怀、高佩二人手上的将兵带路去攻去浮城 有庞统坐镇 加上战略得当 很快浮城就被刘备拿下 同样的 昔日满口人意 道德动不动就说明星的 刘备却在浮城搞起了庆功宴 面对刘备前后 举止失忆 庞统就忍不住说了一句大实话 乏人之国而以为欢 非忍者之兵也 刘备听后 罪意全无 直接把庞统给对了回去 武王伐咒 前歌后舞 非忍者邪 看来刘备在捉郡卖草鞋的时候 还是没有忘记读书啊 其实刘备在浮城宴会之时 就已经暴露出了人性的一部分 从他与庞统的对话便能看出 你庞统只是个打工的凭什么管我 仁义之君也会攻占城市发展 也会喝酒 也会赏武 貌似想来 这也符合逻辑 但是刘备在即将打败刘彰时 突然对三军将士怒道 谁敢伤他 我灭他三族 他刘备可是一个仁义 有德之君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对他刘备这么重要 为什么只要有人伤到他 刘备就要灭他三族 好歹也是跟他刘备 一起打成职的伙伴 刘备为何放出如此狠话呢 林林先贤传有云 被攻成都 令军中约 其有害八者 朱吉三族 在史料林林先贤传之中 其实已经把事情交代清楚了 刘备当时的确说过狠话 当时他就是为了得到贤人刘八 这个刘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万一要是诸葛亮伤到他了呢 刘备岂不是要灭了诸葛亮 刘八值得刘备这么做吗 刘八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刘八乃是当时非常出名的民事 他的才华不可斗量 曾经无情拒绝刘表给的高官厚禄 原因就是他认为 刘表是一个没用的老司机 后来曹操平定荆州之后 刘八觉得曹操是一个不错的雄才 做事敢做敢当 跟他混前途应该是一片光芒 当然除了前途之外 在曹操手下 还有自己的一个小谜弟陈群 如果自己真的得以进入曹营 那么陈群便会随时跟着屁股后面端茶倒水 陈群在曹魏不是一个小人物 让他来如此伺候自己 不但有面子 而且也容易提升身价 三国之记载 曹公辟为院 是招纳长沙 林林 贵阳 是人才走到哪里都吃香 从这个记载来看 当时曹操还未与刘八熟食 便让他做了院 这个在古代也是一种官员 而且地位还不是很低的那种 因为副手放到现在就是秘书的意思 曹操当时刚刚收复荆州数据上游 长沙 林林 贵阳还未收复平定 于是曹操便让刘八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雄才大略的曹操 竟然在赤壁败给了孙刘联军 这下子就让刘八非常尴尬了 因为这个时候的长沙 贵阳 林林三郡 被刘备节祖先登 而刘八也拿刘备没有办法 二来向曹操无法交差 于是打算远走交州 再找机会投曹操 在这个时候呢 刘八还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 信中大概意思就是说 他刘八为了早日实现一统 才决定帮助曹操 既然现在失败了 无法向曹操复命 现今只能流浪 后来 刘八便逃到了交纸去 刘备内心早就想要得到刘八 为他所用 听闻刘八远走 不使内心发狂 悔恨 为先主略有三郡 八不得凡是 遂远是交纸 先主身以为恨 俗话说得好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对于刘八 刘备是时刻想着 怎么样得到此人 应该如何 才能让刘八用看刘备所用 另外一方面 刘八的处境到底怎么样了 话说刘八来到交纸郡之后 与太守不合 无奈又投奔到了刘章的手下 权且做暂时的栖身之法 刘章能力平庸 加上他的属地 又有张鲁这样强悍的军阀势力 他根本hold不住 为了保住地盘 刘章不得已想请刘备入属 希望刘备能把张鲁给教育老师 刘八这个时候就向刘章建议 刘备勇武 不能让他尽数 否则可能会出现祸事 刘章当时 没把刘八的话当一回事 后来刘备也就真的进了一周地界了 而且还顺便收了他刘章的一周 张前法正迎刘备 八剑约 被穷人也 入壁为害 不可内也 记入八副剑约 若是被讨张鲁 是放虎于山林也 张不听 从史料记载来看 刘八这个人见识深远 如果刘章当时采取刘八的建议 一周根本不会落入他刘备之手 从上面的史料记载之中 可以了解到 刘八这个人可是两番力劝刘章 不要刘备入属的 照理来说 刘备应该对他深以为恨才对 但是让世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刘备却非常的敬重他刘八 甚至在攻打刘章的一周之前 便在军中下令 如果有谁伤害到刘八 我一定会灭他的三族 从刘备当时的命令之中 可以看出 刘备是非常重视刘八的 后来 在得到属中之后 刘备也对刘八加以重用 任命刘八为左将军西曹苑 这个官可不小 与司徒司共差不多 而刘八呢 也对昔日的做法向刘备道歉 为什么刘备当时要下那样的军令呢 只要有人伤到了刘八 看刘备就真的要杀起三族吗 其实刘备这句话也暴露了他深藏心中多年的本性 到底暴露了刘备哪几个本性特点呢 第一个点 唯我独尊的野性统治思想 这一点 说起来很好理解 其有害八者 诸及三族 这个条命令之中 可以看到 只要是有人伤害到了某人 那么就是被灭族的下场 这个恐怕也只有王霸者才能颁布的命令 然而 刘备在尚未取得一周知识 身上便透露出王霸之气的气质 这其实就是他刘备隐藏多年的本性之所体现也 第二个点 依法律人 这一点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 虽然刘备以仁义 道义为天下人所供之 但在他手下当兵的士兵 却不一定都是文化水平 或者是见识都比较高的人 很有可能会有普通老百姓 甚至是强盗 还有就是小偷等等情况的存在 那么 作为大老板刘备应该如何控制制约汤呢 很简单 以研发 从当时刘备下的这条命令来看 也正是如此 谁要敢犯 定战不饶 而且还要连累三足 这是多么的霸道 第三个点 收取原心 这一点 相信不用多说 刘备下发如此的命令 就是为了收取刘八 换句话来说 当年刘备为了请出诸葛亮下山 可以带着两个兄弟 关羽 张飞 前后三次去请 而且还当面下跪 可以看出 刘备为了得到人才 他可以不惜任何付出 后来 刘八果如刘备所料 终于成了他手下的重要大臣 后来 刘八同样也为刘备提出 和改善蜀国经济的办法 实行打造纸百钱 来管束蜀中钱币的流通 从而 帮助刘备充实府库 后来 刘备与诸葛亮 法政一级等人 一同帮助刘备制定 属客如此一来 蜀国才得以由法可依 有律可循 总体说来 刘八不负刘备之欲之恩 同时 刘备也人尽其用 6 7 8